我在楼梯上面等他上来帮他换这个头衫 然后下去换衣服 一没有头发我就把那个头衫连头发一起拿起来 他才可以下去换衣服 回到家里他们吃不下东西 什么要喂他吃一点点 我陪伙他旁边 我其实饿死了 可是一点胃口都没有 因为想到他是想我一样吃一点点 明天还有一衣服演唱会 哎呀真的 那段日子我跟他都不好过 我劝他不要再做这个演唱会了 他转身 他在拢着我的脖子 就跟我说 不能不做了 不做的话 没有机会他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们的时间 都没有太多 今晚是第八场的事情 其实是最后的一晚 这八场里面 其实我想证明了一件事 外面 在我未做这个演唱会之前 很多风风如雨 说梅远芳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究竟做不做到这个演唱会 我今天证明了给自己看 只要有信心的话 无难事 事实上背后却有很多的 不为人知的魅心 当时的梅艳芳是带着尿片上场的 但是没有尿片的目的 是因为当时梅艳芳的身体 会不受控制的流血 我真的没有看过一个女人这样去演绎生理事别 真的没有 想都没有想过 真的没有想过 他要开这个演唱会 我已经觉得是 已经觉得是不可思议了 然后他还突然跟我说 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做压轴的压轴的一件衣服 我说可以啊 你想穿什么衣服啊 说我想穿一个婚纱 我觉得这个是 我说婚纱 怎么会穿婚纱 你像什么歌 我说我唱夕阳之歌 我说那为什么是婚纱 他就哭了 演练就下来 看着一个没有头发的他 也能这样下来 不能说什么 怎么说好 然后他就默默地跟我说 他说我也是个女人 他说艾迪 由于你都知道 我最需要的 到最后我都没有 那我总希望有一件自己 属于我自己的婚纱的 怎么说理解 理解 不用再说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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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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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所以我不相信爱情 我居然做了一件婚纱 给他上去唱最后这首歌 也是没有爱情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两个一起做了一个作品 都是在讽刺爱情的 一个这么有才华 这么棒的一个女孩子 有情有义 但是我最后还是不能爱 还是没有爱 所以在宏馆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看他演绎 《夕阳之歌》 我在后面等他上来的时候 那个门打开 他要上来 他会主说再见 那个场面 每一个晚上 那一段是我最受不了的 因为我真的知道他在说再见 我真的知道他是说再见 我真的是知道 我真的想不 modified 了 我不是想不 ahí 我真的想不过 我真的想不死 我真的想不过 我真的想不知 我真的想不过 在我小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梅艳芳患病期间,作为挚友的刘培基,常常陪伴在侧,以至于事隔多年,他依然记得重病在床的梅艳芳强忍着病体伸向他的那双手。 当他在ICU的时候,我走的时候,他把手伸出来,他就告诉我,他说医生就说,我可能以后唱歌跟演戏都有点影响,我以后都无以为生了。 我听那个话的时候,我非常难过,还有他把那个手在那个背里这样伸出来,给我的时候,那个,那个画面实在是, 一个 除了对好友的依赖,梅艳芳在弥留之际,也不忘为好友安排。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们成就了兄妹之名。 这个跟钱没有关系,可是对我来讲,这一份情意,能够塑造百遍梅艳芳,刘培基,这一个对我来讲不重要。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我亲爱的小妹妹,我居然在她的遗嘱里面,我成为了她的哥哥,她成为我的一个妹妹,在一个遗嘱里面,我们对方有了一个亲人,这一点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 尽管这份兄妹之情没有延续下去,但梅艳芳生前的一段话,刘培基至今回忆起来,都是满满的感动。 她就一直想,想在北京买一个试财院,我们两个一起住,然后她也可以请好朋友来家里玩,就这样子。 那个时候,她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她就想,既然我没有家,你也没有家,我也不能够跟别人有个家,那干脆就我们两个自己有一个家,朋友就是我们的家里人。 是真的不同,也许那样? 是真的不同,也许那样? 是因为她知道我有一位不分别人,但我不知道她对我了。 我知道为什么我会哭了。 你看完之后,你不敢哭了,刘先生呀。 对了,无论怎样,我真的要说一句。 Thank you 其实,你也不用说谢谢我。 其实我跟你都不应该再说谢谢 因为我为你做的一切 或者你为我做的一切 都应该是 因为是爱 所以不应该说谢谢 亲爱的小妹妹 你还好吗 从八年我们认识 我们一起走过了二十一年 你曾经说过 如果幸运的话 医生只嫁一次人 你还说 你希望你的婚礼 可以隆重其事 在红网里面摆你的喜酒 在2003年 你人生最后一个演唱会上 我为你设计的那套 白色的婚纱 小妹妹 那一刻 我觉得你美极了 我非常的欣慰 因为通过我的手 我的心 你终于穿上了 属于自己的婚纱 亲爱的小妹妹 不如我们约定 来生 我们再见面 我们做亲兄妹 永远爱你的 Eddie哥哥 是你的好朋友 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 你和他十几年交情 十几年感情 其实你会有什么回应呢 他刚才说 你很尊重他 你常常跟他说 但是他觉得你对他不好 不够好 不够好 我以他的标准 他当然是认为对我很好 但以我的标准 我很多朋友都对我好过他对我很多的 我不知道你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你的一个要求是很高的 是的很高的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你做少少的事情 我就感动得到我 我是要很多时候选择 你做很多事情都选择 都感动不了 感动得到 我赞给你 去月上 三点陪我去日本 其实你做很少的事情 不如我很感动 谢谢大家